最近BA5、BA4疫情又起來了 那昨天就超過4萬染疫 中國時報今天頭版頭是說 有醫生質疑王毕上太簡化的疫苗的資訊 會誤導民眾 就是你到底應該打BA1的疫苗 還是打BA5的疫苗 這道理其實很簡單 由BA5疫苗當然打BA5的疫苗嘛 你沒有辦法才會打BA1的疫苗 每個人狀況又不同 有人可能立刻要打 有人可以等一等 那我的講法 你趕快去訂那個BA5的疫苗嘛 然後呢我在上禮拜六 在臉書上po的這一篇 我說為什麼要打BA1 趕快去訂BA5嘛 然後呢當天上午大概10 我大概9點10點po的 11點呢王毕勝就發表說 他下午4點要開記者會 針對我的話他要開記者會 避免在假日的時候誤傳 要收集各種科學資料 那我看了他4點記者會 我立刻發一個新聞稿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說我5點要開記者會 我說他後面就要開記者會 他講什麼我要針對他開記者會 然後呢他4點開了 我5點開了 然後第二天聯合報應 頭版頭報導這則新聞 那其實道理沒有那麼複雜嘛 那他們現在講法是說 美國通過BA5 但是美國沒有經過人體試驗 所以美國沒有上市 那沒有上市那 美國怎麼訂了1億7千萬劑呢 而且美國從勞登9月 9月5號就開始打呢 12歲以上就可以打呢 他CDC有開會啊 是13比1票通過的 那再去查 這個李秉穎說 那我們以後每三個月到六個月就有新變異株了 那怎麼辦呢 那流感不是也每年都在打嗎 對不對 你就跟著新變異株 你就去打新的疫苗 只有這樣嘛 那我們要不要今天流感我們打去年的疫苗呢 流感也就那幾個嘛 什麼A啊B啊這個變來變去 那你還是得對新的來打嘛 那這個所以就有醫生這個 這個呼吸胸腔科重症科醫生陶洪陽說 你是你是亂講啊 你們這些都亂講美國 他說美國很清楚 他說6月30 美國FDA就收到 BA1莫德納疫苗的試驗報告 但是美國說 這個等一等 你為什麼現在送BA1給我 你給我針對BA5做 所以美國並沒有 美國沒有核准BA1的EUA 美國沒有核准啊 美國叫他趕快去搞BA5 那其實BA5只是BA1的變異嘛 所以你並不需要從頭做 你只要打BA1的疫苗 稍微再改一下 針對BA5就可以了 所以他們的這個13比1 是這樣通過的 美國人會拿他們的疫苗 拿他們的民眾的生命開玩笑嗎 所以你看 所以拜登政府在7月底就擬定計畫 那個時候就定9月要開打 為什麼他們知道呢 BA5疫苗會成功的 而且他們說呢 評估BA1的疫苗 已經有臨床試驗的資料了 所以BA1的疫苗 已經效益跟安全性是可以保障的 那現在叫針對BA5 這個病毒來打疫苗 這算合理嗎 你聽聽 那當然是合理嘛 所以美國為什麼 他現在就打的就是針對BA5的 那當然了 美國針對BA5不表示 我們現在就可以買到針對BA5的疫苗 這也是事實 但是總是要去下訂啊 要去買啊 你可以說對不對 說好那他剛出來他自己用 你不能說 美國的BA5是沒有做人體實驗是不好的 因此我們不用 那講什麼消微啊 美國出來的東西 你們不是一天到晚都是為美國馬首四瞻嗎 他現在給美國人打買了17000萬斤 你說這個不能用 因為他沒有做人體實驗 你講究什麼鬼話 人家講得清楚了嗎 BA1做過人體實驗 所以BA5不需要再做了 針對疫苗而且快趕快出來 就是應該這樣的態度嘛 你將來就算有BA6BA7BA8也是一樣的態度嘛 趕快針對新的病毒 趕快有新的疫苗出來 趕快注射趕快打 就是這樣子啊 你看當時我們打了半天 一直講說次世代次世代 搞得不好他什麼次世代 他根本是上世代嘛 對不對 所以你打了半天以後 原來打的都是只是針對武漢豬的嘛 所以難怪人家打了兩劑三劑四劑 還是染疫啊 那為什麼呢 你打吧 打多少有一點好處啦 多少沒有什麼問題啦 可以減少重症啦 減少死亡 減少多少呢 也沒講也不知道 他好像都在那邊猜來猜去變成這樣 你就打就啥了 有什麼你就打什麼就變成這樣 所以呢 大家就擔心中秋過以後呢 會飆啦 那國民黨也是說啦 說呢 尤其高端 只有4%人打 說你的報告效益也不拿出來 那你知道什麼意思 說你B.A.5不去買 是不是為了高端創造機會 那莫德納有回應啦 就是說他們正在呢 正在積極的跟台灣政府討論中 目前呢 他們是供應美國 無所謂 你現在供應美國 你趕快給我們啦 對不對 那你莫德納不要跟我講說 B.A.5也很好啊 那B.A.5也很好 為什麼美國要打B.A.5 顯然B.A.5比B.A.1好嗎 一定是 還是你已經做了很多B.A.1的疫苗了 趕快先推銷出去 免得不買 我變成庫存 變成銷毀了 到底什麼意思呢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